整體來說我們覺得這份財政儀算案 算是一份平實的儀算案 平實的地方基本上做到了平衡民生訴求 和政府的財政承擔能力方面 我們看到整天香港借會現在的發展 只是懂得投資在磚頭那裏 但是人呢?人不是緊要過磚頭嗎? 教育、醫療、捨闊利 他就在那裡危言聳聽 就說如果我們投資多些 將來就結構性赤字 好像自己不想做那樣 不想再投資到人那裏 所以我們覺得對於財政司司長 今次的財政儀算案 是只見磚頭不見人呢? 我們表示是非常不滿的 我覺得中產看完施政報告 再看完預算案就會徹底失望的 你知道公民黨都提出了雙甜招的 肉兒、養老、敬老 兩樣東西他都不肯的 加那些一千元、兩千元那些年稅額呢 就真是拷痕都嫌他不夠力 所以那個實在是令中產和中小企很失望的 那就是我認為這個預算案呢 雖然是沒有什麼驚喜呢 但是呢就是合格的這個預算案 那就至於財政司是減甜呢 他早幾天已經放了封了 所以派堂排少了呢 都是大家意料中事 第一部分關於香港的願景 就是財政司開場發言都整個小時 那些投資啊項目啊 就是有些似一舊雲那些 我們是表示支持的 但是那些事實上一來一年 分港得很遠 就是投資的那些項目啊 在人才那邊也好啊 在科技也好啊 事實上是落實不了 我們今天中產和我們今天中小企 面對的困境的 在第二部分呢 我們表示是很失望 除了一早在電台上 已經報導了之外 自由黨去見政府那時候 有一系列的訴求的 對中產來講 對中小企來講 我們所有的建議 它不只是沒有做 反而反而還減了馬的 第一個長遠財務計劃工作小組呢 在什麼家科我們都不知道 它那些推算我們都不知道 它所有的都可以解設出來 我們都不知道 它就解設完之後再告訴大家 這樣呢 你就沒有錢的了 那這個我就覺得 如果會這樣 你要起碼告訴我 在上高問給娟庭先生說的 他說他上屆財政預算後 他都問政委這個組是什麼組來的 裡面成員是什麼成員來的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接著他就說 這樣嗎 就會是一個財政的赤字 那我覺得 我一定不相信你說的 我應該會說 一起去 我覺得 是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